好了,又來到我們的投注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說回 未來2024年2月15日星期四 跑馬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包攬場合 買跌三角,和大家買三隻馬匹 至於我們買到的場合 就會是這一場的第一場 第一場是我們的五班草里斯蘭1200米的賽事 今場馬上都有12隻馬匹來跑 基本上都滿了馬匹 而今場馬,你看看 有些馬最近都跑近,跑得不錯 好像這些月球 最近跑了第三、第四回來 成績叫做不差 成績叫做不差 另外再數就是這些9號的超勁日子 最近都跑到第二、第四 也叫做一些不弱的馬 這個馬也叫做一些不弱的馬 今場馬,這兩隻馬近跡這麼好 接下來一場到底值不值得來對買呢 我們先和大家來對看 先看看這隻五號的月球 這隻五號的月球 是否有料到呢 如果你看看這隻月球最近的近跡的話 你會分得到這隻馬 最近的確是跑得不錯 最近跑那些菊草1200米 甚至是1000米 跑那些五班賽事 是說能夠跑過第四、第三回來的 成績叫做不錯 當時在這場馬上 這隻月球也贏到那些 萬事有、開心馬、神行百變、友誼之階這些馬 友誼之階 未來這一場都會再跑 他也是說贏過他 所以以馬論馬的話 這隻月球在未來的這一場 都應該要比那隻友誼之階 應該都是比他高 那這次繼續跑那些菊草1200米 你也不要說這隻馬沒有威脅 因為最近都跑得近的 真的跑第四、第三 在接下來這場 我覺得這隻馬 都叫做有威脅的馬 有威脅的馬 但是這次我們會不會買到這樣的馬呢 其實這場馬 我都沒有買到這樣的馬 儘管他最近的賠率 就是要買到一隻比他更好賠率的馬 我們都沒有買到他 為什麼不買他呢 原因是因為這次 我們是說要買到一隻比他更好賠率的馬 這次想搏一隻比他更好賠率的馬 這次想搏一隻再冷一點點的馬 說的是哪一隻呢 說的是最近 雖然不是這麼好成績 跑第十一、第十二的一號 加帆 這次我想搏爛試一下這隻加帆 為什麼這次要買這隻加帆 這隻加帆 其實如果你看他的賽積的話 他最近不是說跑得那麼好 跑第十一、第十二這樣 那就重要了 賠率都相當難 最重要的 44倍的馬 難過那隻 月球很多 這隻馬 這隻馬難得那麼差 而且最近賽積不算太好 為什麼我們都選他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這隻加帆 最近那一場的第十二點跑 看看氣威新聞怎麼發揮 其實這隻加帆 上場都排了個十四檔來跑 這裡的就是他 紅衣白帽 紅色戰爪至於左 大家看看他上場怎麼發揮 這隻加帆 其實在頭段時間 你會看到他被人頂 頂到差不多 哇 七疊八疊 這樣 頂到被人頂到七疊八疊 所以這隻加帆 其實上場排到上來 是非常吃虧的 因為排了劣當十四檔的關係 你會看到他埋回進去 埋回進去 他也要走著四疊 一路走著四疊 一路走著四疊 基本上全場最吃虧就是他 沒有哪隻馬走四疊 他就是其中一隻 所以這隻馬 這麼膠關 試問怎麼跑呢 所以去到轉彎入直路 你看看 這隻馬 其實 稀威心都沒有怎麼騎 之後就收缸回來 這隻馬 因為 始終 你去到轉彎入直路 其實你都開始佛力了 是吧 很膠關 所以其實稀威心都沒有怎麼騎 最終他就佛力回來 跑過 第十二 所以這隻馬 為什麼最近那一場 他會輸呢 其實原因就是 他跑了十四疊 劣當來跑 搞到他吃虧了 才會輸 所以你說這隻馬 最近跑得不好的成績 是否真的能夠這麼準確呢 其實我認為不是 這隻馬 最近他的成績 其實我認為可以抹掉 基本上真的可以抹掉 這隻馬 所以說他要留意 為何要留意 原因就是 這隻馬 是因為 最近跑得差的關係 跑得差的關係 而這賽事不能夠準確 所以就是說 他減分 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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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到下來 現在是40分 減到到40分 減到到40分 有什麼好處 就是降班 來跑 這隻馬來的一場 終於降班 降單就降到5班 從之前跑出來的4班 降到5班 我覺得這隻馬 降到1班 來跑 其實他就很大威脅 尤其是去到谷草的场地 这一只马这次过五班,还要转场地 其实它是对着弱一点的对手 这次它是对着前锋,飞弱精英,智性攻略,月球这些马 其实这一组马,我来说是比较打一点 不是那么强 因为你看看它之前四班的对手 它对着快狠准手机,标白,非凡打 这些马其实是强组 什么快狠准这些呢?最近是跑第一第二 经常性尤架的 然后手机标败也说 手机标败这匹马也是恶的 最近连续几次排列档,照样能够进去 所以这一只马是一只跑四场 没脱过头三名的马 非常恶 非凡打这些又是不差 那么贏过了 第二第三,不断跑 不断跑到 所以其实这一只马 都是一些中心准成有稳定的马 基本上它上将对着这一组马 都是 所以其实它之前就是对着强组 但是未来这一场 那些对手就不是真的那么强 对吧? 不是说那么强 所以 我觉得未来这一场马 它就有竞争力了 因为始终 老实说 你自己看它以往的成绩 这一只马 其实在二三年这个马鬼 跑那些山田祖的千二四班赛事 平着五十二分都能够跑到第四了 是吧? 大文高騎它都能够第四了 五十二分 现在四十分 其实这只马足足赚了十二分 五十二分的时候 它都叫有表现跑得近 四十分怎么会不行呢? 是吧? 根本它最近不断多了 跟这rium Rick so son 不如ğer它之前是五十二 你看然后五十一 看它是五十一 五十一的时候是从今季冒开始 跑二十二四赛一怕 也能够跑到第四了 成績是否又不差? 51分,你計51分減40分 他也賺了11分 這隻馬是賺11分的馬 所以評分非常好 你看他當時的第四 你以為他第四對著藥組? 不是,人家是對著熊王、惡獸這些馬 熊王這些都上了三班 三班都贏過 所以這隻馬在64分都有威脅 所以也是一隻惡馬 三班惡馬 四班肯定是惡馬 三班總之都贏到 另外獨角獸 應該大家都熟悉 金貴人家都在4圈 4圈1個第2,2個第4 基本上都未掉到4 也是三班惡馬 三班贏到的馬 所以之前加分純粹輸給 三班贏到的馬 三班贏到 是吧 輸給三班贏到的馬 所以你說這隻加分這個第4 是挺有料 當時他雖然說輸給這些 同時他亦都跑贏到哪些 威馬先生 快錢月球這些馬 看到嗎 原來就是 月球 月球是不夠加防跑 所以就是說 月球最近也跑得好 但是曾經在四班 是不夠加防跑 月球下五班就說 最近 但是曾經在四班 是輸給加防 所以大家看到 你要稱的話 月球是好過 有疑似街 但是原來這隻加防 是更厲害過你這隻月球 所以我覺得二馬輪馬的話 其實這隻加防 在來的一場 都可以稱分高一點點 這次下班 轉場地其實真的 很大威脅 我覺得這些馬隨時爆 上場還要用稀威心 和這隻加防 熱左身 熱一場先 在四班熱一場 減分 再下班跑 這次用它 我覺得有機會 是真的 保重得到的 這次還不需要 排著一些烈檔 14檔 上次就說排著什麼 14檔 但這次是5檔 來跑 14檔 變成5檔 其實 檔位 好了很多 所以這隻馬 這場馬應該是 好好發揮 不需要被人 4點這樣頂 7點這樣頂 5檔 其實可以走著內欄 甚至2點的位置 基本上能夠限制 這隻馬 能夠限制 還要下班的話 其實可以是很大的 轉變 所以我覺得 這些馬 雖然最近懶 但這次 下班 檔位好 不服 來量量 試試 所以我們第一隻 會選擇馬匹 選擇這隻1號的加法 來試試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擇的馬匹 就來講回 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剛剛先提及過 有隻馬 今場馬 最近幾好賽職 這次跑第二第四 9號超勁日子 這筆超勁日子 最近這麼好成績 接下來的場合 值不值得買 我們先來看看 這隻9號超勁日子 其實最近的而且 挺好賽職 跑第四第二 他最近的第二 還要是上一個賽位 做出來的 2月14號 跑那些沙田草地 1200米 五賓賽事 又說田泰庵 跑出來 跑第二 大家可以一齊來看 這場馬 田泰庵 怎麼騎他 去這第二 怎麼跑 看看他有沒有了道 今場馬 超勁日子 其實就是這裏 這隻 紅色戰爪 至於左 6-3 藍藍地色 一齊看 今場馬 如何發揮 今場馬 這隻馬 其實 一早 就已經 盡量 一前來去跑 不過 他前觸 不夠 中華威威快 所以 今場馬 都是中華威威放頭的 他就留在 第二 第三 四位 這樣跑 有沒有問題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 其實 都是說 接著條欄來跑 基本上 接著條欄 省了 絕對沒有問題 不過 去到 轉彎 入直路的時間 大家看到 其實這隻 超勁日子 是說 困了一陣子 困了一陣子 給外面那隻馬 鬼主 跑 田太安 就要盡量 叫分出去 和超勁日子 看空再衝 你看得到 這隻馬 其實 當他一望空島 這隻超勁日子 一望空島 一打下去 一開右手邊 這隻馬 其實 勢很好 去勢很好 你會看到 本來外面的馬 壓著他跑 但是 田太安這隻馬 超勁日子 一擺正堂 一打邊 其實就已經把他趕過了 把對手趕過 最終 勢 衝上來 跑過第二 所以你說這隻超勁日子 對上一場 這些第二 有沒有料到呢 其實你會看到 他衝勢很好 衝得不錯 最後都追上來 跑過第二 所以我覺得 他的第二 叫做不差 很明顯 這些評分 28分 對於這隻超勁日子來說 是說 有威脅的了 28分 他絕對是說 能夠跑近的了 接下來 又繼續評分 28分 他絕對是說 有威脅的 這些馬 絕對不能夠 是看小的 他衝衝再出 其實隨時就保重 趁這隻馬有狀態 因為 其實你要知道 這隻馬其實是 不斷進步的馬 由季初的第10 第14 第9 都漸漸跑近 跑到最近的第4 第2 最近是入到Q 跑得最好的那一場 所以你會看到 這隻馬其實是 不斷進步的 真的越來越好的馬 接下來這場 如果再好一點 其實他就贏了馬 所以我覺得 這隻馬 純粹是差一點 接下來真的 保重不出棋 因為始終這場馬 他也叫做 漂亮檔 你看看 這次他排一檔 來跑 一檔是極漂亮的檔位 對吧 基本上可以貼著 那條蠟 省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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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這些馬 今場馬 也絕對不要忽略 所以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選這隻9號 超厲害的日子 好了 說完今場馬 我們頭兩隻會選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到這裡說回我們第三隻會選擇的馬匹 是哪一隻呢 其實就想選擇 潘頓騎的馬 即是這隻2號的前鋒 那為什麼今次會選到這隻前鋒呢 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這次他放潘頓上去 對吧 我覺得放潘頓上去 其實這些前鋒 是挺適合的 這些134磅的馬 其實是挺適合潘頓來騎的 加上潘頓最近表現又好 是吧 上個賽馬日其實潘頓也有很多WIN的 是吧 基本上潘頓在新年的時候 就來了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那 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我覺得都可以繼續買潘頓 是吧 那 再加上 其實我覺得這隻前鋒 也是一隻不差的馬 我們可以看看這隻前鋒的賽者 這隻前鋒 其實呢 他今季 贏都沒贏過 是吧 你看到沒有紅格的 那 跑了七場 贏都沒贏過 還要最近 是說跑過第七 那看來 其實都算差勁的 是吧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說這隻前鋒不差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這隻前鋒 最近那場是為什麼會輸 看看他這些第七 是怎樣跑出來 其實真的 他上場我覺得他輸得很不值 那 看看前鋒怎麼跑 前鋒上場就是這隻 五毛馬筆 紅衣白帽 紅衣白帽 只要左 大家看看他怎麼跑 前鋒 其實後段時間 就不夠人搶的 所以其實他都被捕住 留在大約六七位左右的位置 留在六七位左右的位置 那這樣跑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問題不太大 是吧 因為他都留在二疊六七位 但是呢 關鍵呢 就在於 他一陣 轉彎入直路的時間 那就是轉彎入直路的時間 導致了這隻前鋒 其實是說 輸櫃賣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看看這隻前鋒 去到轉彎入直路 三百多米的時候 怎樣騎 這隻前鋒 去到三百多米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踏出外面這些位置 看空來跑 那他怎麼跑呢 他就說 在裡面來跑 在二三疊左的位置 這樣跑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正常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這麼巧 在這場馬上 他制慮就不太好 是吧 給馬 左 你們記得嗎 有隻馬 其實在外面的位置 蓋上去 蓋上去 擋住了前鋒的這條跑線 擋住了前鋒的這條跑線 其實是想著開邊之際 正正被人擋了跑線 所以不能夠開邊 要怎樣 再移出去 移出去外面來看 但是這麼巧 這隻馬 又被外面的白衣 這隻馬 夾回去 左右夾弓 夾著前鋒 導致前鋒 導致前鋒 一直都看不到 其實原先想著 在這位置開邊 真的被人夾了 押了他這條跑線 搞到他看不到 現在 是吧 真是很不好的 所以就是說 搞到左搖右擺 後來完全是塞車 那麼 打不下去 這隻馬 基本上這隻馬 都沒有真正來跑過 這隻前鋒 一路殺 一路殺 沒有真正來跑過 最終 只能夠 屈居過 第七名 這隻馬 當時是這樣輸 所以你說這些賽職 能不能夠阻准 我們說這隻前鋒 就是輸得不划 輸得很虧 所以我認為這隻前鋒 其實 你說這隻前鋒 是不是很差呢 最近跑第七 其實完全不是的 純粹是 塞車不能夠阻准 所以你撇除了這隻第七 你看看他以往成績 其實這隻馬不差 在十月二十九號 拍谷操千年五百 他就跑第二 不塞車就能夠進到Q 不塞車就能夠 這隻馬 當時他純粹輸給狗 就是狗 贏就贏到哪些 晉神月球 乖獸豪俠 上蒲精選 好多馬 好多實力馬 還要一大堆 是未來也會再出 大家看看 其實月球 未來也會再出 怪獸豪俠 未來也會再出 上蒲精選 未來也會再出 歡樂好友 未來也會再出 所以其實前鋒 跑贏過離陰同場 幾多呎 之前在谷操千年 原來就是跑贏過四匹馬 四匹馬 所以二馬論馬的話 我覺得這隻前鋒 在未來的一場 絕對是要稱先 絕對是要稱高 是吧 這次還要放潘頓上去 蔡明氏換潘頓 其實實力是加強了很多 是吧 加強了很多 這次跑菊草 五班千二 我覺得這隻馬 是要留意的 是吧 是吧 因為和上將 就是之前跑的第二 都相同路程 所以這隻馬 絕對有威脅 這次打完黃牌 還要排著 漂亮的三檔 我覺得他隨時保重 所以這次馬 我們第三隻會選 多馬匹 選這隻二號的前鋒 好了 講完這次馬 我們會買到哪三匹馬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投資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彩池 其實是連贏及位置 這個彩池 用這個彩池 去買我們剛剛提及到的三匹馬 就可以了 用一個鐵三角 互穿的方式 來對購買他們 這次就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試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 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在這裡祝大家 多贏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